《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现在讲讲 美国主流媒体的如何偏颇 先讲了一些信息给大家听 然后再讲我的意见 昨天我在Facebook和Patreon 也刊登了这篇文章 就是Mark Simon 就是肥佬黎的得力助手 负责钱的Mark Simon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叫做Second Opinion An Inconvenient Story The US Press Sells Its Souls 就是说美国媒体出卖了他的灵魂 他说 其实《苹果新闻网》 在一个星期前已经揭露了 现在现年57岁 政治大学国贸系毕业的 拥有美国名校耶鲁管理碩士的 台湾商人 叫做Michael Lin 林俊良 他如何帮助拜登的儿子Hunter Biden 在过去10年间 与中国政商权贵建立关系 甚至也将触角伸延向台湾 在2011年4月的一场台湾之行 看到很多政商高层的人士 甚至也包括了Hunter一样的副总统二代 就是台湾副总统二代 吴敦义的女儿 叫做吴子安 这方面《苹果》已经报道出来了 Mark Simon 他质疑什么呢? 就说如果过去出现这些情况 根据他在苹果做了这么久 他说我一宗独家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的媒体会怎样呢? 跟进 马上拿资料 或者是确认 但是他说 无论是Washington Post New York Times CNN 都没有找过他 过去Mark Simon应该是那个联络人 提供这些资料给别人 但是很出奇地他说 今次竟然是一个这样的媒体 都没有找过我 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叫做新闻? 这里我讲几句 我们从事新闻的人就是 我不管我是什么阵营 譬如举例 如果777和胡苏貞 竞选特首选举的过程当中 我是一个媒体人的话 我是记者话编辑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一些对胡苏貞 非常不好的消息 即使我个人的倾向 就是希望胡苏贞赢也好 但是这些消息是不可以不报的 因为从事新闻行业的人 有一个神圣关键词 就叫做事实 facts 不涉及我的意见 我可能对777很有意见也好 但是 这个不重要的 我重要的是 你的天赊是什么? 报道事实 如果有这些消息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核实 但是根据Mark Simon所说 没有一个这些美国主流媒体的人 找过他 这是匪夷所思的 绝对是匪夷所思 终于有一个 美国大报就出声了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 他就这么说 他就说 他指释同行冷处理Hunter Biden的电邮门 他希望 这是一个正论 不是报道 这个评论批评 美国同行专专业低调处理这件事 他强调当中涉及的指控是非常严重的 他说拜登是有需要澄清有关他的儿子 以及他个人的财务问题 尤其是涉及和中国华信能源的相关交易 华尔街日报评论指出 他说大部分媒体没有理会纽约邮报这一系列的独家报道 不等于这些故事没有新闻价值 就消息的来源 纽约邮报透明度很高地交代了 是来自竞逐连任的特朗普的私人律师Juliani 从特拉华州的电脑维修商取得电脑硬本的副本 这一段是很有作用的 就是说在整件事当中 不是一些news leak 水门事件当中 后面有一个叫深喉 不是的 那个人全部出来了 Juliani出来了 电脑铺头的人出来了 那个其实也是第一个证人 老实说 那个就是第一个证人 刚才我说的是第二个证人 就是说这件事是传统媒体是没可能这么处理的 因为一个不是news leak 这是一个有人 有证人已经出来说 这些东西是来自我店铺的 华尔加日报也说 对于民主党人声称这些电邮是来自俄罗斯的虚假资讯 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 已经反驳了这个说法 他说 霍氏新闻也刊登了 相信是亨特签署的电脑维修单据 证明了洩漏的电脑确是属于亨特 此外 霍氏新闻也已经与其中一位收件人 确认了电子邮件的真确性 而消息人士也指出 电邮中涉及利益分装的big guy 就是拜登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也不去追这宗新闻? 就真的 老徐也没办法帮你说话 是匪夷所思的堕落 《华尔加日报》又搏弃 部分亲民主党媒体抱着的观点 以为即使这些电邮是真确的 真的! 那又如何? 同时拜登两父子 没有否认 他们也无法证明拜登违反了任何法律 这是否一个记者和编辑 需要理会的东西呢? 他没有违反法律 我们就不报了 当然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如果有编辑记者还是在New York Times Washington Post 去做行业的人 如果他告诉我 是因为你觉得这些电邮 即使是真也好 但是不代表你违了法 然后你不报的话 对不起了 你真的回到大学读书 他说 但是在政治上 犯罪不是选总统的最低标准 2017年的时候 拜登虽然是一名普通公民 但是他当时已经考虑竞选总统 如果他和他的儿子 和中国政府相关的机构有任何利益输送 难免会令人怀疑 若由拜登选出总统 他将会如何处理美中关系呢? 这里讲得清清楚楚 这也是我的意见 就是说 大哥 这不是犯不犯法的问题 现在我就觉得 极大可能是犯法 但是就算不犯法也好 你的道德标准 也是一个总统里面很重要的事情 好了 评论最后提出 他说到底拜登是不是电邮提及的大人物呢? 交易最后的走向是如何呢? 美中关系也将会是拜登最严峻的外交政策挑战 拜登应该出面澄清他和华信能源的关系 华尔加日报相信 即使他当选后 文件也不会消失 如果共和党继续赢得参议院的控制权 也会继续挖下去 稍后我会就这一点到最后讲一讲 What if 拜登仍然当选呢? 华尔加日报指出 也或者拜登没有参与其中 只是亨特利用父亲的名字 证人已经否认了这个说法 或者亨特用父亲招摇撞骗 但是也有可能是拜登得适与华信能源的交易 但是没有阻止儿子 利用自己的名字和官职 这个也是大问题 你没有参与 OK 但是你不阻止也是一个问题 在政治的道德方面 你是有问题的 不管真相如何 公众也有知情权 但是可惜目前唯一只有CBS记者 够勇敢去追问电邮门的似门 好了 这个就是华尔加日报的社论 我读了出来 希望大家 这些就是我的意见 我可以自己讲 也可以引用报纸所讲 但是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好了 另外 在这个时候 《纽约时报》做了什么呢? 到了昨天 《纽约时报》做过什么呢? 我们看看它 它报道什么呢? 《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 爆川普拥有中国银行账户 公司在中国有交税 讲讲报道什么呢? 不是 不是昨天 20日 美国时间20日 就是香港时间的21日 就是前日 《纽约时报》说翻查特朗普的税务记录后 发现特朗普以特朗普国际酒店管理公司的名义 在中国持有银行账户 该银行账户于2013年至2015年间 在中国缴纳了大约147万港元 就是18,856.1美元的税款 美国税局要求申报人士一定要披露来自外国的收入 但是根据特朗普国际酒店管理公司的申报 来自中国的收入当然只有数千美元 报道也指出特朗普在英国和爱尔兰同样持有银行账户 so what? so what?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纽约时报》要报一宗so what? 的新闻 还是讲2013至2015年 特朗普什么时候上台? 2016年 好了 然后接着又如何? 特朗普上台之前是做什么? 生意吧 生意又如何? 在各地也有开公司的 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是做酒店业的 完全是so what? 但是很奇怪 老徐我再一次强调 我做了传媒这么多年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记者编辑走进来我 我做过总编辑 走进来我的房间 给一宗新闻给我立即踢他出去 有没有搞错? 这些都是新闻? 登出来 你想达成一个怎样的印象? 特朗普和中国有生意来往 然后可能有利益输送? 这个太弱了 太弱了 弱 弱也行 就是说很模糊 你多拿些资料回来吧 但是拜登那件事就不同了 这个在21日 《纽约时报》竟然报了一宗这样的资料 然后发生社又干什么? 发生社不是美国媒体 而是法国媒体 发生社又说什么? 他说 报道一下 北京或者更想特朗普连任 因为美国优先有利中国主宰国际舞台 我真的一声笑出来 原来北京是想特朗普当选 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了 那篇报道说什么呢? 特朗普四年前成为美国总统后 奉行美国优先 将中国视为对美国以致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胁 限制华为等科技公司在美国的发展 并将武汉肺炎全球大爆发的责任归咎中国 特朗普任内也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中国今年一月同意在未来两年 增购达到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 与此同时 特朗普为保障美国利益 任内退出了不少国际组织或协定 包括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以及关于减低碳排放的巴黎协定 最近又因为不满世界卫生组织 处理武汉肺炎的措施而宣布要退出 他说法新社访问了一个叫做 美国巴克纳尔大学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朱志群 他认为在这种环境下反而更有助中国以超级大国崛起 领导层当这个是促进成为全球化多边主义 和国际合作领导角色的好机会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 可以让中国更多时间挖起成为国际舞台的大国 喂! 竟然一个学者 什么? 什么? 叫做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 说些什么? 我接着搜索一下朱志群 是什么? 搜索到一些 但是不多的 证明这个人在学术界或者各方面的 presence 都不多 但是唯独是我搜索到 他在一个网站叫做思考香港 赞个文 一篇这么多 那么 这个思考香港的网站 是一个什么网站? 同时有什么博士呢? 很多博士 有些人我不懂 大部分我不懂 但是我认得有三个 一个叫做陈志施 一个叫做陈克勤 一个叫做陈婉嫻 朱志群原来就是一个课式 然后这个发新社竟然就要访问他 去说一些 违反常识的东西 于是我就觉得 这两件事就是 发新社好 这个叫做纽约时报好 以后不用看 不用看 你怎么会让这些东西过呢? 这么荒谬的东西也有 你为什么会访问这个朱志群呢? 这个所谓的国际政治专家 大把了 什么时候轮到他呢? 这里讲到就是 现在你看到 是美国主流媒体 或者应该包括如果发新社就不是美国了 可能发新社呢 因为我没有搜索 照计也是左翼的 我之前在我的短片里也讲过 其实呢 从事这个叫做新闻行业 就像我那样 其实我们也是一群 其实基本上的思想 偏向是强于所谓的普世价值 人权 法治 诸如此类的 特朗普绝对不是我们的那杯茶 也不是老徐杯茶 但是我想说的一件事就是 你从事得新闻行业的时候 你是不可以犯一些这样的毛病 不报道事实 如此偏颇 犯一些叫做ABC的错误的问题 如果我也说了 我是他们的总编辑 这些文章是不可以出来的 因为是违反常识 也不是一些叫做重要的东西 在这个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拜登 无论我这个媒体 是多么Pro他也好 这个时候 拜登这个磁蝶门的重要性 是远远重于 那个叫做Donald Trump 在中国有银行户口 你不要笑大我的嘴巴 真的 怎样会这些文章可以出来呢?